我想問雙湯科技 接下來會加入國指成份股的股份 而且看到跌到兩元左右 好像兩次都有些支持 你覺得現在可否考慮吸納呢 其實你看到跌到兩元的位置有的支持 其實只是試過一次兩元的 那些支持位暫時來說沒有任何的異議作用在這裡 因為其實雙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還是比較貨源貴邊的狀況 特別是在6月30日 大約是接近兩個月前 大家不會忘記說它可以乾跌 當時你想定某些指涉位 可能根本就是指涉不到 一口氣就一聲地滾下來 所以現在相當在實際操作的問題上 你見到跌到很差 你對這間公司有信心 但問題是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確保 只有兩元做指涉 這個真的保證不到你 所以說你幻想可以兩元 現在都是駁一毫七仙左右 大隻龍頭來的沒有線 當然可以 你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我不可以說你錯 但問題是我們實際操作上 就會有一個問題 第一方面你是不是真的很有信心 在一個龍頭先 第二方面你只能夠在駐馬上控制風險 你沒有可能想著兩元一定是可以自己走到去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雙湯我真的不會碰你的股份 你說入國子基本上沒有任何意義 我想國子現階段未來的指標性 或者市場作用性 真的越來越小了 真的有人肯推行紙我覺得算是好的了 你還要想去推行國子的情況下 這個就真的不要這麼想 所以短線來說雙湯的問題 都是說的 都還是比較乾 特別是成交感在這麼低的狀況下 你真的不是說大股成交感 你甚至對比雙湯自己的轉迫上面 都是相對比較低 我覺得暫時來說 這個意義作用不達 突然間有什麼股東減辭 那些消息上面 或者未必是股東 可能有些機構投資的減辭上面 那已經是很麻煩的事來的了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雙湯的話 你真的很有信心的 那就少著去試 但是問題就是兩元這些位置 可能走不了的 所以我不會建議這些股份 我只是這麼說